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抢了灵仪的头彩 惊吓拍了一下若雪的头 哦 若雪的眼神里还是很期待 灵仪笑着说 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你和我身量差不多 你帮我试一下 正好看看哪里不合身 也好稍作修改呀 对呀 你试一下吧 哪里不舒服的赶紧给灵仪改 省得明天灵仪穿得不舒服 若雪见有希望 赶紧附和道 可是 今夏还是很拒绝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若雪 你帮今夏穿上 我去取丝线 说着 灵灵回内院去取针线 若雪接到灵灵的指示 开心地拉过今夏 开始上下起手地帮今夏换衣服 若雪 你慢点 你怎么比我还着急 快点 快点 我真的很好奇 你穿上加衣是什么样子 若雪帮今夏换上喜服 还细心地帮今夏整理头发和衣领 她还想把首饰也扣在今夏头上 今夏说什么也不肯 我答应施衣服 是因为方便灵仪修改 这头饰绝对不行 不能说灵仪不计较 我们就坏了规矩 哦 好吧 若雪来到今夏面前 看着穿上喜服的今夏 哎呀呀 今夏姐 你穿着红色真好看 有吗 今夏穿上这喜服 心里不免有些期待 不知道有一天嫁给大人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此刻 灵灵拿着针线走了出来 我看看 嗯 今夏 你穿上真好看 灵灵虽然保养得甚好 找同年级的人要年轻许多 但不及今夏这正当风华的年纪样貌 大红的喜服上面 金色丝线绣制的凤凰鱼飞栩栩如生 映衬在今夏白皙的脸庞上 虽是素颜 却娇俏可爱得很 灵仪 这是你的喜服 明天你要是穿上 定会比我美一千倍 一万倍 今夏赶紧说道 哎呀 你和灵仪都美 若雪拍着手说道 你呀 今夏和灵灵笑着看着若雪 果然还是小姑娘的心性 对了 今夏可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若雪问道 嗯 都挺好的 哦 后面我看不到 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就换下了 今夏说着指了指后面 好 我看看 灵灵来到今夏的身后查看着 今夏也仔细地查看着 前面的刺绣走针是否有不妥的地方 就在此刻 有人敲门 若雪见今夏和灵仪都忙着 赶紧跑了出去 打开门 陆大人 陆毅知道今夏今晚会在姓灵院陪着灵仪 特意抢了大洋给今夏他们送夜宵的差事 来看看今夏 这是 若雪见陆毅提着石盒 又突然想到今夏在里面正穿着喜服 灵机一动 压低声音说道 噓 大人 木耀出声 跟我来 保证你大开眼界 陆毅一皱眉 不晓得这小丫头的鬼主意 将信将疑地将石盒递给若雪 剪清了脚步声 跟着若雪来到大厅 若雪指了指里面 陆毅抬头看去 大厅内烛火通明 橙红色烛火映照在堂中身着大红喜服的今夏身上 仿若流光溢彩一般 今夏虽未着朱差 但是这身红色的喜服穿在身上 仿佛待嫁的新娘 娇俏的模样 让人不忍移开视线 今夏 陆毅情不自禁脱口喊着今夏 她的眼神在今夏身上打转 如果我们成心 你也将是这般的美娇娘吧 不 会比现在还要美 陆毅笑着看着想到 今夏闻声抬眼 看到站在院中的陆毅 大人 你怎么来了 突然间今夏想到自己还穿着灵仪的喜服 她一时休得不知如何解释 今夏此刻担心的是 让大人看到我偷穿灵仪的喜服 会不会以为我着急要嫁人 是我让今夏帮我试穿的 看看哪里需要修改 若雪 你跟我去取点丝线 玲玲看出今夏的窘迫 赶紧替今夏解围 又顺道带走了一脸看好戏的若雪 林仪 你就让我看一下嘛 若雪好期待今夏和陆毅稍后会怎么样 你个小丫头 看什么看 林仪拉着好奇心爆棚的若雪 进了那趟 今夏见林仪和若雪离开了 更是不知所措地站在堂中 自己的手紧张地拉着喜服的裙摆 眼睛都不敢看陆毅 陆毅慢慢走近今夏 每走一步都不敢吃力 生怕打扰了眼前这幅绝美的画卷 带她走到今夏身边的时候 似乎连呼吸都要停止了 陆毅小心翼翼地轻起金夏的双手 放在自己的胸前 金夏抬眼看着一往情深的陆毅 我 很美 陆毅轻声说道 金夏看着陆毅 我 我是帮我仪式一下的 我其实并不想穿的 我不着急的 我 金夏想解释自己 并不是着急要嫁人 才穿喜服的 结果似乎越说越有点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你不想嫁人吗 陆毅轻声问道 眼神却移不开金夏 那要看嫁给谁了 金夏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 陆毅歪着头 看着金夏 你还能嫁给谁 除了我 你还能嫁给谁 金夏看着陆毅得意又自信的样子 真是服了自家大人 总是那么胸有成竹 也罢 不是这样的陆毅 他还不爱呢 金夏笑而不答 陆毅看着金夏这模样 心里看着欢喜 一手揽过金夏 另一只手轻抚金夏的脸庞 轻轻地凑近 稳住了金夏 辗转缠绵 温柔情浓 许久 陆毅放开金夏 在金夏耳边轻声说道 我们的喜福 会比这件更美 我定会送你这天下最美的喜福 金夏抬眼看着如此情深的陆毅 有你就够了 再好的喜福 都不急 有你 金夏难得如此直白地 表达对陆毅的情意 陆毅抱住金夏 久久不愿放开 我的傻金夏 但陆毅离开后 金夏赶紧换下了灵仪的喜福 我就说不穿吧 还让大人看到了 丢死人了 金夏害羞地捂着脸说道 怎么会 你穿得那么美 我猜呀 大人一定回去会赶紧准备下聘 娶你过门 若雪开心地说着 你还说 既然是大人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 我好把喜福换下来 刚刚如果让大人误会 我着急嫁人 那多尴尬呀 金夏抱怨道 怎么会 你们两个本来就定了亲了 成亲是早晚的事 要我说呀 你们就缺这临门一脚 说不定 刚刚陆大人看到你那美娇娘的模样 回去抓紧了呢 若雪开心地想着 你个小丫头骗子 瞎操什么信 金夏追打着若雪 若雪躲在林玲身后 林爷 你看金夏姐呀 不领情就算了 还恼我 林玲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你们别闹了 金夏 若雪说的是 你和陆毅什么时候办喜事呀 我和大人还年轻 不着急的 金夏说道 你今年二十了 说实话也是该成亲了 林玲说道 可是 我们夏家还没有拨乱反证 我是以 原金夏的身份 嫁给他 还是以 夏小小的身份 嫁给他呢 金夏把自己的苦恼 说给了林玲听 这有什么区别吗 若雪不解地问道 如果 以原金夏的身份 自是没什么 嫁了便嫁了 但我还有一个身份 是夏小小 夏家后人 如果让人知道 陆毅取的是朝廷侵犯的后人 那么 恐怕接下来要灭门的就是陆家了吧 金夏分析道 林玲叹了口气 的确 三年前 陆毅执意为夏家翻案 引来了牢狱之灾 差一点性命就不保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所以啊 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让皇上可以为夏家翻案的机会 这也是我努力破案的原因 这一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赢得皇上的嘉奖 到时候我要的奖励 就是让皇上给夏家翻案 这一次 我不想让任何人被我们夏家牵连了 我要自己为夏家争口气 金夏坚定地说道 嗯 放心吧金夏姐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若雪扶着金夏的手说道 嗯 我知道 金夏笑着看着若雪 我会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